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勇于阐释这个运动 现在玩病人时的人口有比以前提升 以前可能就是每个父母都会觉得玩这个运动是很危险的 或是花一万块去买一台脚踏车 而且又要这个练习又要常摔又会受伤 但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就是会勇于挑战自己 所以整个想法跟以前完全不同 从小就跟着爸爸学极限单车的郑乔红 现在是不小知名品牌赞助 表现出色的极限运动选手 他认为BMX的魅力可不是一般单车比上的 速度 而且我们飞在空中的时候 是人家盗不到的那些视角 人家看不到 你会自己很高 很像你一样 在空中看我啊大家 看到下面你会觉得我 这种是一般夹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有飞出去到那个高度 你会觉得哇很不一样 想学BMX 曾乔红说 最重要的可不是运动玄金 其实 胆量嘛 比较重要 你只要不要怕这个东西 你去玩什么 去做什么 做起来就会比较快 就是如果你不怕 你其实你从摔 摔摔摔 慢慢一摔 一摔四三次 摔到之后你自己会 所以你就不要害怕 因为你不去尝试 你永远就算自己做个成功 这就是试着自己尝试 尝试一下新的东西 尝试一下你没想过的东西 这样就是这个 练习极限直排轮 已有14年的王伟杰 技巧成熟度涌目共睹 他解释 极限直排轮光是鞋底 就跟一般直排轮很不一样 也因此极限直排轮 可以做出更多 超越速度和空间感的动作 不过想要挑战自我极限 秘诀还是不要怕 只要信 它比较困难的是 你有时候真的会受伤 那很多人会因为那个受伤 就害怕尝试错误 然后就习惯练习 永远只做一些自己 很有把握的动作 有时候你觉得你快要练会的时候 但你又很会跌倒 你可能要有一个想法是 等一下我就一定会成功 而且你是要真的相信 你不可以跟旁边的人说 好好好 不会成功 可是你心里还怕得要命 信心中就是信心吧 就是你要对你后面的进步 有画面 有信心肯尝试 就能让极限男孩们展示高飞 想支持他们 不妨在网路上帮忙传递分享 就能让更多台湾选手在世界发光哦 中新闻台北报道